放在碗裡面的是毛綠豆 專門用來煮綠豆湯 它的殼比較軟 放在塑膠袋裡面的是油綠豆 它外表油油亮亮的 價格比較便宜 殼比較硬 它是用來發豆芽用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發豆芽 首先把油綠豆清洗乾淨 之後泡水 泡到它皮 自己裂開 牙跑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移入我們要發的容器裡了 今天我準備了 一個鍋子和一個 茶壺 綠豆大約400克 那要等到它 泡出 牙來大約我泡了12個小時左右 冬天會比較慢 夏天會比較快 那這個是 隔了一天的樣子 已經有2.5公分左右的長度了 牙菜的生長都是很驚人的 這個在茶壺裡面的也是一樣 那這是第2天的樣子 比較 長的 感覺好像可以吃了 感覺好像可以吃了 那我放在鍋子裡的量 比較多 那 我最近比較忙 所以 沒有常 換水 一天我只換了3次 這樣子是不夠的 一天至少要換個 6次左右 那我 怕它上面太乾 所以我覆蓋了 濕的毛巾 再蓋上蓋子 放到銀樑處 那 放在茶壺的第2天就已經 快滿出來了 所以我 移了一部分到 其他的 茶壺裡去 那 那這是第3天收成的樣子 這個 我已經放過頭了 因為我最近 比較忙 所以 沒有及時的把它 收成 所以它長得 太細長了 我大概晚了 6到8個小時 就是多了半天 左右 多了半天的時間 它就長太長了 那外面在賣的大部分都是像 像這樣子 甚至比這個還要長 那比較長 我覺得 口感會比較差一點點 那我們自己發的就不一樣了 我們自己發的 沒有加任何的 藥劑 那 完全放心 也完全健康 那防疫在家 不妨 買一些 綠豆來 發豆芽 就多一種蔬菜可以吃了 吃起來也比較放心 那自己發的 豆芽 除了吃了比較放心之外 他可以存放的時間會比較久 那 我們在外面 買的 以我的經驗都是 兩三天就壞掉了 那自己發的 大概可以放個 五天 我這個 茶壺口 被 豆芽給堵住了 拉不出來 那等一下來看看 在茶壺口 拉不出來的豆芽 等一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把它收成之後 然後放在甲鏈袋 然後放進去冰箱 冷藏 我的豆芽 長出來了 沒有水 它照長不悟 這已經 第三天了 沒有任何水 然後放在廚房 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還長得很 很牢固 很堅硬 拉還拉不出來 但是看起來蠻可愛的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